結果從頭到尾 口口聲聲喊著台獨的人 都是出一張嘴 都是假貨 都是水貨 因為你如果真的愛台灣 你如果真的是一個台派 你遇到別人的打壓 別人的侵辱 別人的侵犯 早就應該要 義正言辭的站在第一線 用身體力行 但如今這些打嘴炮的假貨 這些打嘴炮的水貨 各個高談闊論 各個聲音比誰都還大 但遇到中國的時候 沒有半個人硬得起來 全部都軟弱無力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喊著台灣獨立 喊著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結果被人家貼上台獨完劣分子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要非常的高興 非常的榮譽 結果當死刑22條出來的時候 卻又拖九成的台灣人下水說 九成的台灣人都是台獨分子 假貨 假貨 各位啊 我覺得我們要離心清楚 不要因為民進黨 不要因為綠營 就把台派這個字給弄髒了 就把愛台灣這個字給弄髒了 搞得現在真正愛台灣 真正在乎中華民國的人 不敢說自己愛台灣 覺得說愛台灣丟臉 覺得說自己是台派丟臉 搞得整天賣台 一堆騙選票騙錢的假貨 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愛台灣 什麼情況啊 好不好 各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跟各位聊一件重要事情 沒有別的 真假台派 各位你知道台派的定義是什麼嗎 台派其實是一種民族主義 而這種民族主義 是一種非常強而有力的力量 換言之我們以作為 台灣的一份子 我們作為台灣這塊土地上 比如說我問你 你哪裡人 你哪裡人 你會說我台中人 我高雄 我宜蘭 淨好家 我新八七 我台白 為什麼當人家問你是哪裡人的時候 你會講出這種話 因為你心裡面有個認同 我跟你都是台灣人 所以你一定是問我是哪一個鄉的 哪一個縣市的 對不對 這是來自一個草根的精神 跟對於本土的價值 就像你今天去國外 人家問你說你是哪裡人 你會說 你會說 oh and the people 你會說 你會說 I come from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你會直接跟他講 或者你會直接跟他講 I'm Taiwanese 就這麼兩件事情啊 一個叫做國族認同 一個叫做民族認同 所以我今天可以很大聲的講 你們這些水貨假貨網軍給我滾一邊 只要 你敢大聲說出 I am Taiwanese 那你就是一個架槓的台灣人 你就是架槓的台派 為什麼 因為代表你打從心底認同 是個民族嗎 我們這塊土地嘛 民族有很多種 血緣是一種 膚色是一種 異緣是一種 國主意識是一種 但國主主義跟民族主義 這兩塊是分開的 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而我們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 叫做台灣 所以認同這塊土地 深愛中華民國的人 都應該叫做台派 都應該叫做中華民國派 但偏偏有一些假貨 有一些水貨 靠著銷售台獨這件事情 選舉要票的時候說 我要台灣獨立 騙完票之後說 台灣不需要獨立 但事實上 台灣也好 中華民國也好 從頭到尾沒有發生改變過 那更有些人已經執政了 還整天打著 台派的大名 說中共是我們最大的威脅 不斷的銷售中共 不斷的製造敵我分化 在我們的台灣裡面 在中華民國裡面 開始找敵人 這個人是共產黨 這個人是漢奸 這個人是共匪 這個人是間諜 事實上第五重隊的定義 就是區分敵我 分化團體 分化內部 因為不管國民黨 不管民進黨 我們都是 一家人 不管民眾黨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沒有人會否認自己是台灣人 沒有人會否認自己是台灣人 沒有人會否認自己愛中華民國 會說我否認這個國家 會說你們這些人是共匪 會說支持國民黨的 高達各位 國民黨加民眾黨 350萬票 369萬票 跟460萬票 兩個加起來800多萬票的人 背後代表著1000多萬的人 因為有些人不能投票 有些人沒空投票 有些人是 你知道 這超過台灣半數的人 結果 你們這些假台獨 說這些人都是共匪 各位你知道這會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我們一個台灣 區分成兩個社會 那請問這會是一個堅強的台灣 這會是一個扎實的台灣 還是一個脆弱不堪一擊社會分裂內亂內捲的台灣 這答案不用我講 但最詭異的是 就是我們的總統需要在台灣這裡面 中華民國這裡面尋找敵人為了要鞏固政權 他說我深愛台灣我是台灣獨立 我是台派 但是他同時又要把台灣一半的人分類為共產黨 來弱化我們對外一致的力量 而這樣的目的只是為了要鞏固自己的政權 所以我說這些假台獨的 這些灌水的假台派 這些臭假貨 每個都才是第五重隊 他們才是中共同路人 因為他們所做的事 跟中共所希望發生的事 是一模一樣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 各位 他們說台灣有幾十萬人 都有可能被第五重隊滲透 那這時候問題出現了 請問一下是真實的第五重隊 滲透我們的台灣社會 造成的破壞比較嚴重 還是民進黨 還是我們的賴總統 還是我們賴總統的門面 賴總統的爪牙 沈柏陽 不斷的把台灣人匡列為共匪跟非共匪 哪一個比較嚴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